空中360度欣赏旋转豪宅 桃珠影园大载问 杜拜奇旋转豪宅 全台最受瞩目的新底标桃珠影园 将在今年第三次季完工了 苹果特拍出空白机 360度拍摄桃珠影园 让你看个过瘾 每层楼旋转4.5度 总共旋转90度 一层两户 一户300平 据桃珠影园4月正讯指出 见价每户上看13.2亿元 单屏飙到440万 外观采用大量玻璃帷幕 每户拥有专属庭院阳台 做成设计十分漂亮 垂直的森林性建筑 在水迷丛林中非常耀眼 建筑顶端设计为停机坪 达直升机下楼就到家 一架直升机加上有费 提交费约500万元 对有钱人来说根本小case 顶楼则设有两间会馆 演会厅 也让民众们对这栋豪宅 充满好奇心 它可以动嘛 每一层都有游泳池吧 应该至少要有什么酒吧之类的吧 最想知道的是它里面的设备 豪华程度 民众最好奇 全台最贵豪宅的公社到底有多豪华 因尚未完工 中工继续保密 从空拍镜头看 只见网图图一片 但根据官网介绍 一楼大门将采艺术造型 打造双车道 任行道 一楼贯穿B1部分 则有森林瀑布造景 B1有25名泳池 底部侧边大面采光玻璃帷幕 哦 其实是谁买的哦 谁住在里面 荣登民众最爱问第二题 对于成交几户 卡无客有谁 开发商中华工程 回答欠偏一律 不好意思 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回答了 就是它的养品物 养品物 可是应该是蛮私密的吧 是的 逃出饮员不开放一般民众赏屋 个人的一些设计地位啊 财力啊 企业形象 我们都会迷迷 就算是有钱人也得预约 须经过严格审查 至今仅有50座国内外客户 参观过陶珠影园 最好奇 就是听说它的车子可以直接开上去 对 陶珠影园设有七步电梯 四步客梯 两步庸人电梯 还有可搭载跑车 九步车的大型电梯 直达家门口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地震垮下来 耐震程度是怎么样 安全吗 机庄上面呢 我们放置了48颗 全亚洲最大的EPS的隔阵垫 也就是七级以上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隔阵垫可以消灭 也好奇说这样盖不会有蚊虫还是什么 还是有钱人因为有空调 所以他们都不用开窗户 中工曾表示 全岸种植了两万三千颗巧灌木 全年有130吨的二氧化碳锡碳量 每户享有51瓶空中花园 并邀请国内警官设计师 共同净土设计 至于能不能防虫 中工则没有正面回答 即使陶珠影员将要完工 仍不改神秘本色 持续让外界无力看花 想先开这层神秘面纱 可能只带的有钱人 开箱介绍了 每周四晚上八点 记得锁定 六平彩 三十万 三十万 不要忘记 都是好朋友 三十万你带走